这是王震做过的最大胆的一个决定 释放死刑犯 并邀请他当总指挥 而自己则做对方的副手 此话一出令所有人都震惊不已 那么王震为何要对一个死囚礼遇有加呢 1949年新疆解放后 一切百废待兴 派王震前往新疆主持生产建设工作 刚评定完各处的暴乱 王震就遇到了一个天大的难题 部队和百姓根本没有足够的取暖材料 当时政治隆冬 如果不改变这一情况 大家可能根本就熬不过这个冬天 于是王震决定寻找煤炭 说起来新疆的煤炭资源其实是非常丰富的 然而都未经开采 再加上当时的技术也是不行 所以王震和战士们努力了很久 都毫无成效 为了能让百姓们平安度过这个农冬 王震将此事上报给了中央 周总理对此非常重视 专门请到了地质学家李四光 可当时李老因为种种原因 无法赶到新疆 但他表示自己有个得意门生在新疆 他一定能找到煤 那么李老说的这个学生是谁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新疆解放后 王震奉命前来主持建设 那当时正值隆冬 为了让百姓们熬过这个隆冬 他决定找煤 可努力了很久都一无所获 这时王震得知 地质学家李四光有一个叫王恒生的学生 说是只要找到他 就一定会找到煤 王震听后十分高兴 当即就派人去寻找王恒生 他本以为对方的新疆已经小有成就了 没想到此人却被关进了监狱 而且还是一名死刑犯 不久后就要被刑行了 一边是国家法律 一边是新疆百姓 王震感到十分纠结 于是他调出了王恒生的案卷 王恒生出身寒门 却十分努力 考上了北京大学 后又到瑞士进修 取得博士学位 同时王恒生还是进步青年 革命时期不仅积极参加爱国运动 还曾冒死救下三名共产党员 1944年被指派到新疆做地质开发工作 期间为了学术交流 给美国领事馆赠送了一片化石 因此有人说他理通外国 将他抓进了监狱并判了死刑 那么王震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王震在了解了王恒生的经历后 认为他虽然犯下了错误 但罪不至死 更何况王恒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所以他特意的去向周总理请示 特赦王恒生 很快中央在经过商讨后就同意了王震的请求 接到中央特赦的通知后 王震亲自去监狱将王恒生给接了出来 并将自勘测煤炭资源的工作全权交付给了他 为了能开采出煤炭 王震甚至让王恒生做总指挥 而自己则给他当副手 不难看出老将军一心未鸣的公仆情怀 而王恒生也没让王震失望 出狱后便马不停蹄地投入到勘测工作中 很快就找到了大量的煤炭 军民取暖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而王恒生却没有止步于此 他提议组建一支专门的开采队 开采更多的煤炭 王震欣然同意 在大家的努力下 新疆建立起了第一座大型露天煤矿 此后王恒生一直在自己的领域发光发热 为新中国地质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那关于王震将军请求特赦王恒生一事 你有哪些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